因为男女主的戏份越来越少,最近有好多香蜜沉沉浸如霜的剧粉,想买后悔要吃,各种后悔给朋友安利这部剧,甚至自己先弃剧,弃剧加一,其他这些剧情太多,男女主感情戏份太少,别说是感情戏了,就连担任戏份,也是少得可怜啊,有网友统计了一下男主和男儿的出场时间对比。 确实,与男儿一比男一的出场时间,真的是很少啊,因为这个,有网友就把香蜜沉沉浸如霜别名,改成了润玉传,因为男儿叫润玉,你们真是秀啊。 而因为男儿戏份比男一多,有网友微博私信能像蜜的编剧《八月雪紫善》,建议编剧不如直接给男儿开一部戏,结果编剧竟然说,好主意啊,网友,饰演男儿论语的罗芸汐,也是被网友骂惨了,有粉丝说他恶意加戏,让他糊。 MJ有点狠吧,之前对罗芸汐有好感的路人粉,也因为他的角色戏份在增加而把好感败光,编剧作死,演员满单,还有陆壮黑看到他的脸就恶心的,橘子只能理解剧粉的心情,本来男女主好好的感情,戏就这么变少了,戏份还叫在男儿的身上, 却是不太能令人接受,但是这演员也是挺惨的,人在剧中演。 郭同天上来,有网友也说,以前,罗芸汐就是个十八线的小艺人,说他带资金组家戏,也不太合理啊,他也不是第一个因为配角戏份多,而被观众支持的演员了。 最近热播的沙海,也因为张明恩饰演的张日山戏,分太多而被启称为日山船,注意是特别出演,张明恩在主演表里是没有姓名的,然后就有网友贴出了特别出演,和几位主演的出现时长对比,张明恩真的是在演员表上没有名字的存在吗? 剧粉们表示粉溃,心疼活在DV里的无邪,看来这是每日疑问了,说他带资金组改人设,还有因为张日山加戏太多而弃剧的? 嗯,其实日山传,不,是山海这部剧,一直都被传有演员带资金组,要真是这样,这个剧组肯定很有钱,就是这条微博中提到的张吗? 之前就有苏南的饰演者张蒙带资金组加戏的传闻,当时张蒙也是被冒谈了,而说他带资金组的原因,就是因为伤害人注重没有这个人,剧版不仅家了,戏份还挺多,其实伤害里是有这个人的,男派三叔在上发,共有关于苏南的内容,不过描写不多,查了查是带资金组,好奇是咋查的? 后来张蒙否认了这事,说自己想带资金组但是出品方不给机会,还顺便朝了一下暗中迪斯他的余政,除了演员纷纷带资金组有钱的杀害剧组之外,还有被特别提名的狼牙榜之风起来羊。 哈,狼牙榜系列又出新剧了,耿直的剧粉还怀疑是博主写错了,真相其实是,看来这又是一个加戏的配角,橘子军看了一下,肖元起这个角色是排在主演表中最后的,明显不是男一。 这种配角戏分多,当然也免不了被戴资金组的命运,镜头多是戴资金组,演技不好也是戴资金组,而最近因为演技攻略,美出新高度的张嘉妮。 据说在出演温暖的闲时,也带资金组了,据说女配跟男主的感情戏比女主的还要多,对她的神势介绍,也是特别具体,与书版相比,剧版中张嘉妮饰演的女二镜头变得很多,所以网友们觉得,以上种种现象,都能证明她是带资金了温暖的闲剧组。 橘子军倒是觉得,角色就是角色,现实就是现实,可能会有一些陪决戏分比较多的情况,但是也不一定都是戴资金组呀,如果每个加戏的角色都是戴资金组,那就不用去做人了,而且大家吐槽角色就可以了,还是别上升真人了吧。 最后一句,佛系追剧,Peace Love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